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一场大雨过后走在路上的我们似乎总能闻到一亩土鲜味 这种雨后独特的气味其实是植物产生的油性分子 土壤冬细菌的分泌物和抽氧混合之后的气味 潮汁的空气中更容易将这些气味的分子送到我们鼻子里 因为在下雨时植物产生的油性分子就会漂浮在空中 同时土壤冬的放进菌在产生包丝的过程中 会释放一种淡泥土味道的化合物土鲜素 所以雨滴打在地面上不将土鲜素在了空气中 然而人的鼻子此刻就灵通无比 并且鼻子对土鲜素极其灵感 即使空气中的土鲜素浓度不及五万分之一 人的鼻子也是能够闻出来的 不得不说此刻我们的鼻子就真的可以和狗鼻子抗衡了 还有就是闪电能够分解空气中的氧分子和氮分子 直接重组和氧氧化氮和有七几千几位的抽氧 这就是因为这些分子的出现才形成了云火空气中的独特味道 真的是没有想到下个雨空气还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即使下个雨空气闻起来的味道是 土鲜素缓和的特殊气味 怪不得有些人闻了会情况转移 整个人就感觉不一样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